人的一生中总是有很多经历 会随着时间慢慢被淡忘 再美的回忆也会如同车窗外的风景 随着车轮的前进 很快就被抛至脑后 很多时候我们撇向后视镜 并不是为了欣赏遇到的风景和走过的路 而只是害怕承受 被他人超过后的那份心有不甘 我们总是喜欢把希望寄予未知的远方 却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有趣的人物和风景 人生只活一次 怎能随便应付了事 害怕经历太多 那就学会取舍 把最值得收藏的装进心底 还记得 天池旁随心飞翔的红嘴鸥 还留着花式里 机心挑选的小多肉 还缠着烧烤摊上冒着火的白蓝地牛肉 还感恩着 受我们影响而成为房车营地老板的朋友 既享受房车营地提供的舒适便捷 也沉醉于自然美景中的 沉醉悠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人群的独来独往 并不是房车履行唯一的追求 敞开心扉 已成相待 在路上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相随相伴 快乐会翻倍 困难会减半 共同记录 一起分享 共同经历 一起成长 谈笑间 强路灰飞烟灭 刹那间 收获满满一星空的 幸福回忆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